如果你的男朋友然後跟你去買飲料 然後他幫你買 然後他說10塊 可能我直接拍了一秒就 啊我男朋友都很熟 影片開始之前別忘了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耶 歡迎收看波波陪審團 男女關係不腦殘 我們今天邀請了非常特別的來賓 阿布瑪莉亞 阿布瑪莉亞 我是阿布瑪莉亞 好那你最近是不是有 創了一個新的頻道 我最近開始Youtube頻道 阿布瑪莉亞大家可以搜尋 好那歡迎大家趕快去看一下他的頻道喔 那這個企劃呢 我們要透過理性的分析還有和平的討論 來為大家解惠一些男女之間的問題 開始吧 好那今天我們的第一題就要開始囉 H先生呢他跟對象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結帳後主動跟女生要的餐錢 當下對方爽快的給了 但之後被朋友知道 告訴他說男生第一次約會沒有請客 非常扣分 請問陪審團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男生主動要錢這件事會扣分嗎 3 2 1 請舉牌 全部都是會扣分 那你是不會 你覺得不會扣分 你們都是覺得會扣分 扣分 因為你約我嘛 你想跟我一起吃飯 所以我來這邊可能 經理付錢比較 好歹要車馬費 對 你身為男生你都 你也覺得 這是禮貌 我反而好奇就是不付錢到你在想什麼 欸好嗆喔 不付錢到你在想什麼 因為我覺得是要看那個感覺 因為如果那個女生是 喔就是理所當然就是你要付錢的話 那你的感覺會很不好 但如果是對方有可能要拿錢包或什麼的話 我就會覺得喔那我就來付個好 你只要演一下對不對 沒關係啦沒關係 我自己說喔 好啦好啦 這樣子嗎 不完全很像我只是來付錢的而已 日本女生很快一點 欸這樣子 不用啦不用我出就好了啦 真的嗎 謝謝 欸太快了吧 太快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你就心甘絕為何付錢了 OK大家多一個就是演一下的這個流程 沒問題 可是我覺得都已經出去約會了吧 就是已經互相有一點感覺吧 那這種時候你多少付一點錢 為什麼一定都是男生請女生 那假如今天是女生喜歡男生呢 因為我是日本的嘛 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不管誰約 女生希望給男生面子 所以男生付錢 原來是給面子 對對對 不是女生不想付錢 是給男生面子 原來還有一個這麼好的意思 因為一般有時候會覺得 女生如果一直等著男生付錢 在台灣也會被叫做裁女 偏負面的說法 真的 就是靠別人啊 你用男生對你的喜歡 然後你就吃免費的 或者你都不用付出 你就等著別人 我覺得下一層請回去 這樣的話模式我可以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要計較說 22塊然後給11塊這樣 我就覺得很不OK 可是如果是這次請我22塊 然後這次想 下次請你杯飲料這樣 我就想到一個很好笑 就是我跟那個同學 他跟他女朋友已經在一起囉 然後他們去超商買飲料 可能那個有賣箱 就是他先付 然後他就說 10塊 真的假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 然後跟你去買飲料 然後他幫你買 然後他說10塊 可能我直接還有一秒就 啊我沒有要再分手 因為20塊啦 這樣就分手 所以我覺得這題的 感覺立場是我們的 就還是會扣分啦 這題的答案是我們的 會扣分獲勝 其實我覺得好像很多國家的文化 都是男神的文化 真的是更理所當 反正是台灣自己在那邊 就是要富不富 然後搞得好像我們女生 很喜歡吃面前一樣 覺得如果正常的那種交往 像你說的有興趣啊 對方也是有興趣才復約的話 其實我覺得像 就是你的禮物 也對方面 不能說說我會給你會給你 然後下次出來的時候才會有忘記 但我覺得如果有時候遇到也沒辦法 私人倒楣 你就當作一個學費 學到一個 這個很適合不適合 愛情學分的學費 感覺你越描越描 對啊我就來給你當老師 你當愛情網 越來越過分 我們女生就是要教你們怎麼談戀愛 談戀愛 OK好 進入我們第二題囉 下一則是W小姐的來信 他說她在男友的雲端 找到了名為EX的資料夾 裡面全是前女友的照片 她看了覺得很難過 但是男友卻說 這只是紀錄她人生的一部分 沒有別的意思 請問陪審團 你們覺得前任的照片到底該不該刪 3 2 1 請舉牌 不刪 你覺得不應該刪 你們覺得應該刪 我舌子刪啊 有燒是不是 除了刪還有刪 我覺得離開的時候 我都會是下定決心 把一些都換很乾淨 封鎖嗎 都會封鎖啊 封鎖啊 封鎖啊 你好吃喔 封鎖啊 不是啊 因為我會覺得 我會去偷看啊 留著我會看到 我覺得會傷心 那我就會不想讓自己刪 對 又看一看出 你又想瞇他 夜深人靜 我會自己偷偷打開 有點變態 變態ですか 不會看的照片做什麼吧 會偷哭啦 偷哭而已 偷哭而已 我覺得一定要刪欸 對方留著以前前女友的照片 到底要幹嘛 難道你是想要深夜的時候 又去回憶一下 是啊是啊 我刪掉了 你的未來究竟是我 我可以跟你再創造更多美好的婚 我覺得就是因為那個也是我的人生的構成 不管男女 女生跟女生的朋友吵架 然後後來關係不好也是 可是之前我們很多的也是自己的歷史 所以不一定要刪 我跟很多是好朋友 如果是男生 可不可以刪 因為我是天蟹座 可怕的 因為我是射手座 這個昨天做不開心的是 忘記的那種 對對對 而且喜歡很多朋友啊 就覺得沒必要搞成這樣吧 對 我會忘記 我會記憶 我覺得你剛剛說的是比較以男友要不要刪的立場 但你自己本人呢 不會放好雲章 不會讓對方 我都刪光 因為我覺得是對對方一個尊重 現在傷掉也可以看 那個隱藏照片 你知道iPhone有個隱藏 你可以把相簿放在隱藏的那個相簿裡 真的假的 就是平常按照片以後 可以把它加到隱藏裡面 它就不會在你的正常的相簿裡面 那如果想看得多 你要去按是看得到的 如果不知道這個功能的人 就看不到 哇 好棒喔 那待會兒去檢查一下自己男女友的隱藏喔 那你們覺得 留一兩張 跟全部留的差別 你們能接受哪一張 一樣嗎 感覺是一樣的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欸 如果他留全部 我不能接受 如果留一兩張我可以接受 一兩張裸照 那不行 不是因為一兩張 我覺得才有像你說的 就是人生的一個階段 一個回應 你會想說我這陣子 我是長這樣子 我是跟這個人過的 就幾張 但你留一大堆是怎樣 要逛多久 要看多長你們的回憶 我就會覺得 你幹嘛佔那麼多內存 佔那麼多空間 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就跟你小時候嬰兒的照片 你就會想要留一張說 你那時候是這樣子爬 這時候是這樣子 那你想看你長怎樣 你可以自拍啊 你為什麼要留B4R 因為就是知道說你那陣子在幹嘛 是因為跟他在一起 品味才這麼差 然後或者是跟他在一起 那陣子我好像比較漂亮 去哪裡接 像這種我就好像可以接受 但是你留了全部 我就覺得沒必要 我想問一頭 像我的話 雲端跟會計線 你是那種一定要留著 還是如果就是滿了 那可以上 是不經意的 還是要刻意保存下來 大概就是 可以 好像是故意喔 好好說話 他可能自己備份啊 我也不知道 就比方說結束這個戀情 然後交下一個女朋友 那我可能就會把一些 他可能不開心的東西 先處理掉 還是會在意一下對方 就是你單身的狀態下會留 就也不會特別去清理 所以如果你前任結束 另一半 叫你要把他 前任的照片刪掉 他會吃醋 他不開心 那先刪掉 然後 就是30天後再 對 他現場要你連那個 最近刪除都有刪掉 OMG 那就算了吧 我會覺得有點委屈欸 因為我覺得這是 我想紀錄的 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你好像硬要為難我的感覺 這麼堅持的 不開心的話 那就刪掉了 你也是會刪嗎 他可能不開心 那兩個人就不好相處 會刪還是會刪他 他不能講 女友在看 就不會刪 就把他刪掉了 我們這題的結論呢 就是如果會讓現在的 另一半不開心的話 我們還是把它刪掉好了 不要被發現 我就暈端蠻危險的 都會有連結 第三題是 J小姐與男友跨國戀情交往三年多了 兩個人感情穩定 也已經到了試婚年齡 男友希望J小姐能夠移民到他的國家 跟他一起生活 但J小姐在台灣已經有書館級的工作 小友成就了 請問陪審團 如果你是J小姐 你會選擇去對方的國家嗎 3 2 1 請舉牌 女生都是比較不想離開家鄉的耶 會啦 兩個人的生活 放棄自己的中期的話 之後一定會後悔 對然後一定會怪對方 我也覺得會 會買下一個那個陰子 如果那天感情不好 就抄起來就爆發了 媽媽說的 可是我會覺得這個本來就是 到人家國家去 就是你們必須去跨越難關啦 假如說你不跟著對方去好了 那你們也是有另外一個難關要去過 他在那邊嘛 然後他可能也覺得說沒有人陪伴他難過 然後換他的官 兩個地獄你選哪一個軸而已 那你為什麼會選這個地獄 如果我選擇說跟我愛的人在一起我比較開心 那我當然是選擇說 我們兩個人一起去扛那一個嘛 跨越那個磨難 而不是說我選擇一個人在這邊 然後他一個人自己去跨越 然後成功之後關係更好 我原本也是這一派的 我有點小被說服耶 假設我到一個外國 其實人稱地不守 語言可能也不通 連朋友都沒有 可是如果我的另一半 他在那邊也有他自己的生活圈 自己的朋友 有自己的工作什麼 可是我去那邊可能 我要找工作也需要一段時間 那我那段時間 一定很需要對方陪 那我覺得會製造更多的爭執 我也會心情不好 我覺得我在這邊好像是一無四處 就是我媽是跟著我爸一起到中國去工作 然後我媽就原本她也是自己一個工作 中階是主管 然後過去後就變成家庭主 也是變得很可憐 朋友就變成是我爸的同事 但都沒有人聯絡他 平常在家裡都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打掃家裡而已 剛剛講的那讓我很能理解 因為像他講的我也有感覺 因為我也是小時候有 因為家裡關係也是到 上來就是大陸那邊移民過去 但就是變得過去之後 所以生活品質就比較好 那時候會覺得是 到那邊你要適應很難 但過了一陣子就會覺得這樣也不錯 差不多 所以兩個例子 一個是成功的 一個是失敗的 那我媽那陣子過程中 但是如果我是她兒子 我還是會去 我覺得要捨棄的東西太多了 你的家人朋友 最親的家人啊 你沒辦法在那邊照顧他們 然後從小到大的朋友 那像你從日本來台灣工作 你有這種感覺嗎 一開始真的每天在家裡哭 剛剛來的時候我完全不會中文 所以沒辦法找到朋友 然後每天就是去西方非來家裡 我的生活自由這樣 然後覺得太無聊 我在日本的話就是馬上就回家 就會有自家人 有煮好的飯菜 可是原本有出去玩什麼的 可是在台灣都沒有 所以就是每天在通 但過了現在三年 我會覺得蠻好玩 所以其實是會過來的耶 那像剛剛講到就是如果是 中國大陸其實離台灣非常近 那隨時可以回去啊 然後語言也通啊 習慣也差不多 但今天如果是比較遠的國家 那是歐美的話 你們還會願意嗎 非洲呢 非洲好像也不錯啊 我只知道非洲好像每過60秒 就過了一分鐘 那你們有被說服嗎 會願意去跟對方去發展看看 我是不會去 我不會去 你也不會 你們有被說服嗎 可是難免不一樣啊 男生比較有那種 跳出舒適圈去闖大 我覺得是你比較長大之後 你就會開始想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以前的時候你就比較想說 為愛放棄一切啊 就去闖 跑紅烈烈的嗨 對啊 就是我你們會想到多 想太多 我就算失敗了 人家講起來也會覺得說 少禪為愛跑去非洲欸 他好像過得很辛苦 但他好勇敢喔 可是如果你已經就在台灣 年收百萬 那你還有想要出去嗎 如果年收百萬 代表我在非洲也可以年收百萬 沒有 沒有啦 在非洲沒有 而且你去他們不一定會被認可 有所成就 我覺得小失禍比較容易可以接受 什麼都接受 可是已經習慣自己的生活 應該沒辦法 比較難 嗯比較難 百萬真的太多了 我覺得這個女生現在已經開始想這件事情 代表台灣有一點不想去 如果有約的話我建議自己選擇 因為我媽媽 五十五歲的媽媽說 一定會後悔會過來對婚 對 到時候吵架就說 我為了你放棄了我年收百萬的工作 我一個人心裡沒有 對啊 日記裡面很常有自己 漂洋過還來這邊孤苦伶仃的 你現在這樣對我 真的耶 對 我沒有朋友 我也沒有家人在那邊 只是日系 好啦那我覺得這題是由我們的 不贊成方獲勝 不贊成方獲勝 我剛剛放一個探索 不 這裡的答案就是像 阿布瑪利亞的媽媽說的 對 自己選擇不要後悔 對 那你宣傳一下你這次帶來的新作品 我最近發現一首歌 山山的奈 各種世衛品牌可以聽 還有我的YouTube那邊也可以看到我的 山山的奈的MV 大家請多多支持 耶 多多支持 謝謝 那今天的波波陪神團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別忘記去訂閱阿布瑪利亞的頻道 然後呢去聽她的新歌 嗯 那也要訂閱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就是我的副歌那邊 山山的奈子這個有四次 嗯 所以山山的奈子的時候是 山山的奈子 對 有一個山的感覺 然後一開始是 抽 臉頰 然後 交叉 抽臉頰 交叉 對 然後再一次 shine the night 然後 交叉 開 開 兔子 對 然後再一次 shine the night 然後 給自己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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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再一次 shine the night 然後 I'm shiny 那個 不是 shine shine the night 對 忘記了 shine the night shine the night 腳開 兔子 shine shine the night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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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e 我叫 思思看 一二三 shine shine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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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 the night shine the night shine the night shine the night I'm shiny I'm shiny sigoy sigoy 開心 可以 不要偶像 不要為難他 可以 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謝謝 你關心 不腦殘 不腦殘 你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嗯 腦殘 你沒有聽過腦殘 腦殘就是罵人家 就是 罵人家 可以講嗎 腦部有殘缺 那腦部有殘缺的意思 就是罵人家 你腦殘喔這樣 不好 但是我們的意思是 便當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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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的意思 對 算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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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